在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著作缺货感应 57岁的中国作家莫言 前天晚上栽下诺贝尔文学奖 在得奖消息加温下 进入止水的书室马上活络沸腾起来 不但实体通路询问度高 销售量暴增 线上书店更是卖到缺货 出版莫言八种作品红饭出版社表示 从前往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 出版社追加订单 电话接到手软 其中最常销的红高粱家族仍有数千册库存 估计总加印量约2万册 出版华 谈香型等十余部作品的麦田出版社也说 昨天上午电话也没停过 第一波共追印2万册 莫言作品文学性强 内容深刻 销量属于细水常流行 但在前晚诺贝尔的光环加持下 国内两大书店成品金石糖 询问度与买气大增 金石糖虽未透露销售测速 但表示昨天一整天销量 比平常三个月总销量还多 打出七九折优惠的博客来网络书店 昨天中午左右 莫言作品已销售一空 销售从排行榜外 即月升到排行榜前五名 莫言前天接受诺贝尔官网 岳阳电话采访时 建议读者先读生死疲劳 马上变成大热门 馆藏四十几册 莫言作品的台北市立图书馆表示 原本非热门图书的莫言作品 前晚起民众争相上网预约借书 最热门的生死疲劳 有八十人预约借书 崩如肥囤约五十人预约 想借约的民众还得耐心等候 动新闻综合报导